小新如果有這些症狀的話 就中醫來講是腎氣比較不足 比較容易罹患失智 那麼也請教一下鄭醫師 耳鳴 耳朵方面或者是眼睛 以及我們今天提到的嗅覺 確實都跟腦袋退懷有關 對 就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那個研究裡面的感覺的統合 裡面就包括視覺 聽覺 觸覺 還有這個嗅覺 所以其實這些感官都很重要 因為它其實都是我們接受外界的刺激 一個很重要的通道 所以我們剛剛就說用盡廢退 當大腦接受的刺激受到屏障的時候 譬如說看得不是很清楚 聽得不是很清楚 聞得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有可能就使得 大腦的刺激減少 它的這個活化度就會降低 所以這就是警訊了 那個才有聽過大腦有很多皮質 好像一區就管什麼對不對 其實最近很多都發現 每一區之間還是互相溝通的 所以你刺激一區 其實另外一區也會被刺激到 所以常常這些五官動不動 就去刺激的人就比較不會失智 所以請教理事長你剛剛說 如果說嗅覺方面退化的話 可能大腦也是開始要退化了 那有沒有哪一些穴位可以幫助我們 其實剛剛那個江醫師講說 這個腦的皮質 其實它的診斷 它的偵測的點在來 就在我們的腦神經12對 所以我們像嗅覺剛剛這次講說 第一對就是我們的嗅覺 所以我們在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就會說 一嗅二視三動眼 四滑車五三叉六外弦 腦神經有12對 七也變不大天主誰 這不是 這是醫學信在廢的 醫學信在廢的 所以我們的腦神經就是跟我們腦相通 我是這樣唸 秀氏洞華三外眼 聽蛇迷腹蛇 12對 以前是這樣背起來 對 就是這樣背起來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都有關聯 當然就是說 第一對的一個嗅覺的神經 就影響到我們整個腦 影響到整個腦的一個活化 所以我們當失智健忘的時候 第一個推薦可能就是嗅覺 好 到底要怎麼按 直接的刺激它 當然就會延伸到 我們的腦的一個刺激 第一個就是銀香穴 它最常聽 銀香穴在哪裡 就是在我們的鼻 鼻子的水平線 跟這個鼻唇鍋的交叉點 對 鼻子的水平線跟鼻唇鍋的交叉點 就在這個位置 這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銀香穴 是我們在十二經絡上裡面 最標準的一個穴 但是又有一個所謂的 境外取穴叫做鼻通穴 鼻通穴 就是我們鼻翼 鼻翼是不是一個半圓形 對 鼻翼半圓形的頂點 鼻翼半圓形的頂點 這個往上往內壓 也是一個刺激當中 過敏性鼻炎鼻塞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穴道 這是往上往內壓 所以這個叫鼻通穴 鼻通穴 這兩個穴道很重要 你的按壓當然可以用萬能的雙手 也可以用一些輔助的工具 聞到咖啡粉的味道了 對 再來 這個穴道是一個直接部位的 那當然整個腦的一個 刺激腦的一個皮質 或整個炎面神經 或者整個山楂神經的一個穴道 就叫做帥骨穴 這個帥骨穴在哪裡 就在耳朵正上 正上我們這個最 耳朵正上的一個位置 耳朵正上方 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一休而上有沒有 一休而上當他 想到一個什麼 應該思考的時候 神傳的時候 想一下 我們一位這個 常常上電視一位真正人物也是一樣 等他不談事情的時候 抓著 抓著 對 阿伯 當然這另外一個就是說 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有一個叫做梳子 這個也可以用骨質的 也可以用木質的梳子 對 或者這個梳子 我們有這個梳子的一個尺 在頭皮上給它做按壓 按壓的動作 其實這個都是可以 可以就是刺激我們整個 腦的一個活動 腦神經 好 所以這幾個穴位可以把它學起來 那麼一話飲食上 有一個飲食方法 它特別針對預防失智 對 其實這個飲食 叫做麥德飲食 又叫做心製飲食 它是2015年美國 漢许大學醫學中心 所研發出來的一套飲食 其實它的一個原則 結合了德蘇飲食跟地中海飲食 發現說這樣子的飲食 是真的有研究數據 證實可以有效的 延緩心製的一個退化 以及失智的一個發生 那其實它的原則就是 原型食物跟少一點飽和脂肪 少一點這種反式脂肪精緻的一個飲食 那其實它有十大點 快速跟大家帶過 前面三點都是跟蛋白質有關 一二三也就是魚類 魚類會希望大家盡量多吃一些深海魚 包括像秋刀魚 青魚 家禽類就是雞鴨鵝 但是雞皮或者是比較肥的部分 要盡量避免 豆類像五糖豆漿 豆腐等等 一天三餐其實你就平均分配 一餐魚 一餐吃家禽 一餐吃豆漿 豆腐 其實就很容易 為什麼蛋白質那麼重要 因為其實蛋白質裡面 還有豐富的心 心其實有一些研究也發現 可以幫助我們 刺激我們嗅覺接受器的一個活化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一再講 嗅覺跟我們的大腦 就可以知道說 心的一個補充 蛋白質的來源是很重要的 生綠色蔬菜一週至少六份 其實大概就是一天一份 當季的不用特別想什麼 特別難的 當季的像這個季節有生綠色的 包括空津菜 或者是青江菜 花野菜 其實都OK 地瓜葉也可以 其他的蔬菜是希望大家 不要只是強調綠色 包括像白色的 像剛剛有提到的洋蔥 蘿蔔 紅色的包括像彩椒 或紅蘿蔔 都是均衡的攝取 茄子等等 那全骨類 因為其實這個賣的飲食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減少精緻的食物 所以其實全骨類 會希望一天至少三份 三份大概就是這個 六到七分碗的這個飯的量 三份 就是一碗飯的六七分左右 大概八分碗左右 八分碗 那你可以集中在一餐 或者是把這三份 平均分配在三餐 堅果我要特別強調 因為每次講到堅果 很多觀眾朋友 就拼命開始吃堅果 如果你三餐都外食的人 其實堅果就太多了 因為三餐外食 熱量也很高 油脂已經過多了 你即使堅果是好油還是油 所以其實這邊的堅果指的是說 你的烹調用油要減少 而用堅果來做一個取代 那這邊五份 你們一份的概念是多少 一把嗎 沒有 不是 一份大概就是一個白色塑膠湯匙 對的量 對 所以其實一天大概就是一個白色塑膠湯匙 也不是像小公說的一把 對 然後就是 就是鎂果 這也要特別強 因為鎂果畢竟對我們台灣人來講說 它算是進口的 所以一般人水果都不會考慮鎂果 但是其實這個賣的飲食有特別強到鎂果類 主要就是因為裡面的花心素 發現可以幫助我們延緩這個大腦的退化 所以其實有時候藍莓草莓 蔓越莓 可以適時的把它選擇納入我們的水果種類 烹調用油 橄欖油 苦茶油都OK 然後紅酒 但是記得每次長到紅酒 小扣一定又高興 想說可以拚命喝了 但是就是120cc 就是一杯 對 也不能過量 那如果你比如說睡前 你正好喝一點酒比較好入睡 那其實就可以選擇在睡前喝 小扣我先來問你一下 因為這是大腦加分的十種食物 或者十種方法 那這個是扣分的 你呢 你喜歡吃什麼大腦加分的裡面有沒有 你特愛的 第一個就是紅酒 那妳喝了多少 我以前是喝一瓶 那現在是喝一瓶 所以妳從加分變扣分 對 但我現在有恢復了 就是一瓶或兩三天一杯 那其他的呢 比方說蔬菜吃到六份 魚 這些妳有吃到嗎 菌果類 莓果類 餐餐都會有魚肉 對 然後跟那個就是家禽類 這兩個是我比較大宗的 蔬菜水果我特別少吃 特別少 對 可能一個月大概只吃三次 天啊 太少了吧 因為我不喜歡吃 對 你要挽救一下你的大腦 你十五分 所以我才十五分 我要加強我一下我的綠色蔬菜 那豆類我其實也是每週都會吃到三餐以上 對 賣的飲食 因為現在是國際上公認 對於大腦方面比較有幫助 吃多久之後 可能可以感覺到生活有一些改善 我覺得至少 因為通常這種飲食大概都是 他們的研究大概都是八週左右 八週兩個月 我覺得是漸進式 而不是說我們今天看到這個賣點 馬上就要開始全部一百分 就照這樣子 我覺得比如說像小Call 他可能蛋白質的部分他可以 那他可以慢慢開始先從你手上 手邊比較喜歡的蔬菜開始增加 然後開始增加一些水果 然後紅酒減少 慢慢做一些漸進式的 然後最後符合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好 這個是一個禮拜 可是有點難理解 那邊有一天三餐的 對 其實像早餐很簡單 這個都是隨手可得的 像便利商店的這個地瓜 烤地瓜 然後無糖豆漿 我都配奶茶 對 茶就下面紅色那個 然後莓果類其實你可以當做早餐 或者是早上跟中午中間的一個點心 至於說中午你就可以吃 其實這個外面自助餐也不難拿到 雞腿 滷雞腿 然後一些甜椒 然後一些糙米 然後到了下午賣的飲食還有點心 用堅果 但是那堅果有點多了 對 大概一半 一半的量 然後到了晚上深綠色蔬菜 然後一些深海的魚 秋刀魚 然後一點點的澱粉 真的是一點點 對 真的一點點 然後睡前你就可以喝一點紅酒 這樣會飽嗎 OK 好 那麼下一段的重點 是 剛才營養士已經告訴我們 要吃什麼了對不對 但是其實怎麼吃也很重要 下一段回來告訴你 要怎麼搭配 才可以讓你的腦袋更清醒喔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 很值得也會的 對 你 是的